中国正在扩大的禽流感疫情也引起台湾紧张 近期中国广东省与香港接连传出了H7N9禽流感 广东的活情市场中也验出了三件阳性样本 台湾疾管署推测香港病例应该是源自广东省 相较于今年春天疫情主要发生在华中地区 H7N9禽流感已经有南下趋势 今年3月到现在 中国大陆H7N9累计通报数据 浙江省最多总共51例 上海累计33例 不过入秋10起新病例当中 广东和香港都在一个月之内连续通报两起 显示病情有南下趋势 看起来是有南下扩散的趋势 那广东省研判发生这个散发性的 这个人类病例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随时可能都有病例发生 尤其是在珠江三小州的地区 尤其需要关注 H7N9目前不会有效人传人 但零星及其家庭群聚感染 显示相关风险不可轻忽 在前一阵子的时候的确在上海或其他地方 也有类似的这些病例 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 是不是造成了有效的人传人 如果有效的人传人的时候 那到时候我们启动 我们管制的这些措施的时候 那当然是就要再升级上来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着重点还是一样 现前美国科学家发现 H7N9产生抗药性引起关注 机关署表示 抗药性病毒一旦进入大自然 感染力可能衰退 不过也不排除中国大陆 已经出现H7N9抗药性案例 新唐人的电视 高见轮流资营 台湾台北报道